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明镜火拍的主持人陈小平 这个G20婚会是一个媒体密切关注的一个新闻事件 但是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媒体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在美国加不加税 对呀 这个华为松不松绑啊 这个随赢随输的这些问题上啊 大家争论的比较多 但是呢 似乎人们忽略了一个 这一次会议中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川普通话的时候讲的一个问题 叫什么呢 叫做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要跟川普交换意见 那你看现在我们G20会议开完之后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上被忽略了 所以今天我在跟嘉宾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事关中美问题的根本性问题 这也涉及到中美为什么要真正的进行交锋 好了 请我们的导播将嘉宾请进来 陈小龙先生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G20的这个事件呢 是中美关系国际这个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啊 大家确确实是非常关注 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啊 他好像把一个最重要问题给掩盖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啊 习近平在跟川普通话的时候呢 啊 讲了一句话啊 非常的关键 他说这个要就事关啊 叫我愿意同总统先生 在20国集团领导人大榜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 啊 这是谈的最重要的问题 可是呢 从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呢 关于中美关系的根本性问题没有任何信息 但是出一个例外 就是在这个大榜峰会结束之后 川普搞的那个记者会上 财新的记者张琦把这个问题挑出来了 啊 就是说总统先生你认为中美关系究竟是战略伙伴关系 啊 竞争关系 还是这个敌人的关系啊 问他这三个问题 哎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我还好奇 正好呢 这个陈晓龙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点的就是这个被忽略的问题 谈美中交锋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么呢 我先想请那个陈晓龙先生啊 你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啊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这个中美交锋 中美谈判都谈了差不多大半年快一年了 这个话题好像都快被谈烂了 对 但是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 到底中国要干什么 美国要干什么 这事儿大家明白吗 我觉得不是越谈越明白 是越谈越糊涂了 嗯 为什么呢 这当家谈着谈着都奔细节去了 都奔细节去了 嗯 然后就关注到刚才像你讲的 这个 关税是百分 多少亿 25%还是15% 还是10% 还有呢 这个华为该不该解禁 华为的零件多少是中国造的 嗯 什么时候买美国农产品 还有 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多大影响 就好像这都是中美之间的最根本的问题 是吗 不是 那华为关系到中美之间有多大的问题啊 没多大 那么 到底中美之间现在的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其实 要想一想的话 是因为 这个问题谈得太多以后 大家为了找新鲜点啊 就把这个眼界给偏离了原来的起点了 就跟长跑似的 你从起点跑出来以后 跑着跑着自个儿就 就忘了 你往哪儿跑了 回过头去呢 起点也看不见了 实际上中美谈判的起点 是个很简单很简单问题 那就是 我把它叫做 两个违反二十年 两个违反二十年 什么意思 就第一个违反就是 中国在加入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之前 向国际社会承诺 它将按照WTO的要求 对体制 对法律 对政策 做一系列调整 这个当时没有规定严格的实现 但是呢 可没有说二十年啊 当时希望是五年七年 最长十年就解决的 那么到今天 已经快二十年了 中国当时承诺兑现了吗 没有 基本上没兑现 我现在讲的不是说 这个 现在我看到我们这个 观众当中有人在这个 上一期节目里谈到说 中国兑现了百分之几十 那百分之几十不是 它在WTO的当年 做了承诺中的内容 就是说那些是更早就应该做的 真正承诺的是更多 比方讲这个政府 要停止对企业的中途补贴 停止包括出口补贴 还有政府要放弃对很多企业的控股 这个市场要真正开放 就是你希望其他国家市场对中国市场商品开放 那么同样的中国也需要同样像其他国家开放市场 这样才是对等的 等等等等很多 我今天就不去念那些文件了 因为这文件忒长 听着挺挺烦人的 就简单一句话 就是中国一开始在中美谈判的时候 美国提出来的 其实就中国二十年前说过要做到的事 到现在也没做到 所以叫做持续违反 第一个二十年 第一个持续违反的二十年 指的是WTO的承诺 第二个呢 其实是客观上讲都不止二十年了 那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中国加入了这个世界知识产权公约 那个公约呢 是有一组不同的 包括这个文化产品的版权问题 包括知识产权 包括工业技术的专利等等等等 有一系列公约组成 中国全都签字加入了 那么加入以后 你就应该遵守国际法规哦 这二十年多了 中国遵守了吗 没有 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盗版产品 仍然在全球市场上骗大钱 然后中国继续在盗窃 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 包括运用各种间谍 那么这些事都是美国最近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中美谈判一开始谈的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很简单 就中国你二十多年前答应做了事 你做了还是没做 我记得我们以前节目里也提过 美国也是要问中国 首先这些事你说过要做 对不对 要不然你签字加入国际公约干什么 你怎么不退出呢 说我就是一个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国家 那也可以 你退出 那么大家就按你退出对待 但中国并没有退出 中国还是承诺要有尊重国际资产权公约的相关的规定 那既然尊重 要就要守法 那剩下的问题是中国没守法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五年以前中国有知识产权法院吗 没有 没有知识产权法院 那么请问有企业侵犯其他国家或者本国的知识产权 谁受理啊 实际上没有专业人士受理 因为我们都知道知识产权涉及很多专业技术问题 你比方讲 一家企业模仿另外一家企业的机械技术或者电脑软件技术 你让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去鉴定说那个是剽窃还是不是剽窃 他是没有那能力做的事 所以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必须是有多重知识的背景 或者说他们必须聘请专家 作为陪审员参与这个审判过程 不然的话法官根本无法办案 但是妙就妙在五年以前 中国的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 换句话讲 中国就没把这个违反知识产权当回大事 再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产权 如果你侵犯了就侵犯了 对你判罚判得很轻 没有像美国这样 你盗窃一家企业的技术机密 盗的这个企业倾家荡产 中国不会 因为中国的企业很多都在盗窃 偷本国的也偷外国的 那么像这样的现象 其实全世界人所供知的 那么为什么只有美国来提呢 原因就是 这个美国是中国这两个 双违反 受害最大的国家 因为中国 大概是从三个方面 每年有大概三千到五千亿 三笔这样的东西 这个侵害 第一笔侵害就是 每年从美国大概 这个拿走将近差不多 价值五千亿美元的资产权 包括专利等等 这个川普讲过多次 中国从来没有否认过 说我拿的没那么多 中国压根就不吭气 那么第二个将近三四千亿 就是贸易顺差 这也是因为中国市场不开放 所以中国卖到美国来的多 但是美国能卖到中国去的少 那么第三 就是中国的假冒产品 一年也有三五千亿美元 这些东西 商标都是伪造的 都是冒牌 仿冒 其他国家的 所以你到 比方讲纽约 你到纽约 这个曼哈顿的南城 这个 Canal Street那一带 有很多店铺 那里卖的都是世界名牌 那都比那个名牌的真实价格 大概低 几十分之一 那就全是 Made in China 中国的国产品 这个中文翻译叫 尖尼路应该是 对对 所以 这三个 三笔 就是美国受的最大损失 加在一起 一年差不多有 一万几千亿美元 这个数字呢 也快相当于中国GDP的几分之一了 所以 就因为美国是最大的受害者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呢 也是以美国为主要目标 这个问题 我们前些集当中 前几次节目里都谈到过 所以美国现在提这个问题 那么提着提着 中国就把这个话题给转移了 中国开始谈这个 要贸易对党 就我们还记得 上一轮谈判中 已经双方谈到 貌似就要达成协议了 美国很乐观 说已经谈到百分之九十 九十五了 到最后一刻 剩下的百分之五 中国把桌子一掀 说咱不谈了 实际上一直百分之九十 谈了很久了 后来搜索这个 姆鲁钦的说话记录 老是九十九十九十打转 实际上呢 就是说中国 前面的九十 他是虚应着的 实际上呢 第一是他已经违反了 第二他没打算真正改 如果想改的话 那很简单说 我们把百分之五先割一割 这百分之九十五 我们先签了字行不行 中国其实就是拿正的 最后的百分之五 做个理由 做个借口 就是最后百分之五 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 反复讲过的 就美国提出来要建立双方 合作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这个意思就是 你中国已经二十年双违反 你连承认都不承认 我们怎么敢相信 你再一次承诺说 我们以后不违反了 那不还是空口白话一句吗 你二十年来 这空口白话说了二十年了 也不是说一遍 确实不承认 所以这个刘鹤在谈崩子后 跟凤凰网有一个记者会 他提到三点技术原因 三点实质性的原因 那么对知识产权盗窃 和这个抢制技术转让 基本上都不是不认的 那么最新的这个人民日报 这个昨天的文章 叫伍岳和的文章 批评这个美国的鹰派 其中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美国鹰派重谈 中国偷知识产权 中国抢制技术转让问题 所以说整个就是 从头到尾都不认的 现在是 是 那么上一轮最后桌子一掀 这个双方谈判算崩了 然后呢 美国又主动和中国联系 然后最后 中国导演在大阪见面 见面以后 貌似又开始乐观起来了 然后这个美国股市也上升了 然后川普说 我们会很好的 这个再度恢复谈判 那么现在 我们把它看作第二轮的话 这第二轮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就合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就小平你提到的问题 大家翻篇了 很多人不知不觉的 跟着中国的官方宣传翻篇了 翻篇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轮的起点 是刚才讲的两个双违反 第二轮起点现在变了 那双违反各一边起来不谈了 现在改成讨论关税 中国提出来说 要在这个现在的状态下 讨论双方公平对等的经济贸易 那什么叫现在的状态呢 这话很微妙 现在状态就是说 中国两个双违反20年 这就现状 就中国盗窃之产权 现在不认了 中国违反WTO的承诺 二十多年 将近二十年了 现在也不认了 就那一切 你们批评我的违反 国际经济法规的这些做法 我现在干脆我就全都不认账 我没违反 或者说我就不知道那回事 就跟你逮的那个小偷 你跟他说你偷东西了 违法了 他说我不知道有个法 这种把戏 好像我们在中国经常会听到过 所以实际上 现在中美谈判 美国认为是恢复到上一轮谈判的起点 就两个双违反 而中国认为不是 中国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谈什么双违反 没有违反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谈的就一条 不许对我加关税 第二 这个我可以进口多一点美国商品 但是你们不能对我们的商品制裁 包括对华为制裁等等等等 所以现在中国等于说 提出了全新的条件 就把美国原来要求 就中国两个双违反问题 讨论的这个起点完全给颠翻 先翻 那么 所以这样的话 等于说中国现在采取的是一个 双部政策 双部就是说 对两个双违反 违反加入WTO的承诺 和违反国际资产权法规 对这样两个违反中国的态度是双部 第一不认错 就像刚才讲刘鹤现在发言 人家根本就以前认错的 这个在今年掀桌子之前 中国是承认是错了 现在中国不认了 说没那回事 第一不认错 这个库德罗很正规的说过 就是在这个基督教科学真言报的早上会上 说习近平对这个问题都认了 这个 但是现在中国基本上是 后来到这个翻盘子上 刘鹤就开始这个否定不认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真的难说 我觉得这个双部一个是不认了 就是过去的承诺 过去的违法都不承认了 第二是不纠正 既然我连错都不认了 当然我也谈不上改正了 所以中国也不需要改正 就是违反WTO的承诺 我就违反了 而且就长期违反下去 侵犯知识产权 我过去就这么着的 你们的知识产权就是我的 不存在侵犯问题 这就是现在这个双方真正的焦点 那么这个焦点 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比较深刻来分析 就为什么中国态度改变 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就是自从加入世贸以后 中国迎来了一个十年左右的出口景气 就是外资用蜂拥进入中国 然后中国经济起飞了 繁荣了 但是这个繁荣 我们以前的节目里也谈到过 它是一种不具备持续厚劲的一种繁荣 就是很快它会消失 因为由于土地成本 工资成本等等等等 会不断上升 最后世界工厂当中很多企业都得转移 离开中国 那么这个繁荣已经慢慢消失 现在我们看到这段繁荣确实在消失 那么中国政府也知道 这产业这样维持下去不行 这世界工厂靠赚血汗钱不行了 所以他提出来要升级 那么升级怎么办呢 必须要弯道超车 这我们以前谈过多次 弯道超车就是说 我得从你们那儿拿你们的技术 这个拿加引号 就不是人家愿意给的 是你硬拿或者是偷 用这种办法来弯道超车 实现产业升级 那么与此同时他发现 他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就是美国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当中 第一次就此提出的挑战 因为我前面提到美国是这个 中国这种做法的最大的受害国 所以他提出来说 我不能允许你这么做下去 再探紧你把美国给整垮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美国要求恢复国际经济秩序 就被中国搅乱的国际经济秩序 那么中国现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这一次第一轮谈判 掀桌子其实就中国的表态 中国官媒有个说法 说那次掀桌子用 把这个一百多页的文件全部改红 意思是全都原来的这个修改的内容 全部用红线划掉 他说这是中国说不的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中国开始觉得说 你们要求我恢复国际秩序 恢复到原来的国际经济格局 和国际的经济秩序 这不是中国能够承受的 不符合中国产业升级的要求 中国要升级 靠自己能力是不行的 我不拿怎么行 不拿怎么办 所以呢你们那套什么 国际知识产权法规 我签了字也可以不算的 然后你们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啊 这个把国对国企的垄断改变啊 等等等等 这都涉及国家安全案 然后呢 违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这有一大套官方的说话语 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反正不让步 所以回到头来就说 中国现在等于承认说 第一过去你们讲的这些 就算是事实 现在我也不认账 第二我是坚持不改了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还不光如此 实际上中国这一次第二轮谈判 很多人没有看到 第二轮和第一轮完全不一样 第二轮最大的特点是 中国想要改变中美谈判的方向 变成什么呢 变成说过去是你说了算 规则由你来 你拿出来原来的规则 我原来的承诺都是对过去规则的承诺 对国际资产原公约体系的承诺 对这个世贸组织的承诺 对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的承诺 现在那都不算 现在是我提出一套规则 什么规则呢 对我有利就是规则 对我不利的我一概不认 所以中国现在希望在这个点上开始谈判 所以等于说中国现在把这个世界经贸 制度规则和这个法规的这套体系 连那个掀桌子一块掀没了 这就是你这个说法就是说 这个中美谈了半天不仅没谈聋了 越谈越远了就是这样 对 越谈越远的这东西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财新那个记者 你刚才前面提到说 他问中美关系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对啊 确实 我们要想了解中美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去怎么回事 现在今后是怎么回事 我们要看一件事 看什么呢 看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 这样你才能搞清楚 这个他过去路径是什么 今后你才能分析到未来的可能性 否则的话你连过去都不知道 你怎么来谈他现在这个路径可能往哪走 所以你得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路径 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说 我们就必须来分析一下 中国美国之间这个关系的演进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是这样 我把它归纳叫做四步曲 就是说你可以把中共夺取政权之后 一直到今天 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成四步 四个阶段也好 四步曲也好 为什么叫四步曲呢 它有点像跳虎步舞 这个步是经常来回的跳 它有规律 有点规律 有点规律 跳舞呢 只要它有规律 踩不大结构 就是这个大家如果有知道跳那个 拉美的一种这个舞蹈的时候 它会有极具的转声 就由这个男伴舞主动带动女方 180度调过来 然后再一会儿180度调回去 中美关系 爱这谈歌 中国这个五步 这四步曲啊 有点像谈歌 我先说第一步 第一步呢 就是中国对苏联依赖 对西方冷战 这叫选边 1948年的时候 当时中共中央还在河北西白 平山县西白坡 那山沟里头的时候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阳就到了哪了 他来干嘛呢 来代表斯大林观察中共中央这批人 将来有可能打赢了仗 进了北京 他们会怎么样保持和苏联的关系 换句话讲 他们会乖乖的当小兄弟吗 当时刘少奇也好 毛泽东也好 都是一片忠心啊 老毛当时再三提出来 我要去莫斯科 倒是斯大林不太想让他去 原因是斯大林觉得 你中国好多事还没解决完呢 你政权都没建立起来 你去干嘛 那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先去了 然后当时中共的选择非常明确 因为意识形态上 大家都是要奔共产主义的 都是共产党 所以我们跟着苏联走 当人不让 跟着斯大林同志万岁去 所以中国毫不犹豫的选边 尽管当时美国大使斯图雷登 住在南京不走 解放军打进南京了 其他国家连苏联大使馆都跟着撤到了广州 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广州 跟着李宗仁去了 只有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 为什么他等着和解放军接头啊 因为美国当年是帮过中共共产党的 因为在延安期间曾经有这个马歇尔调停 就是国共发生内战之后 美国曾经奉美国总统的命令 他以前的那个参谋共产党联席会议主席 二战时期叫马歇尔 George Marshall 他专门到中国去作为特使 他负责调停 他来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偏不倚的角色 就是他不让国军去攻打共军 然后呢给共军很多安慰 还有一点小小的鼓励 所以当时这个美军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还是蛮和谐的 不是敌人 那么到48年底的时候 国民党败退的时候呢 当时美国人很民主党执政 认为说国民党政府太腐败 这个太腐朽 我们要那个和平的这个进步的 呼吁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一起参与建设新政权 这是一批非常幼稚可笑的美国民主党人 提出来的对话政策 这个政策 当时美国很多人相信 所以中国 美国当时希望 第一解放军不要国产将 化僵而至 当时美国把蒋介石给请下台了 让这个李宗仁当总统 李宗仁提的就是这个化僵而至 那么解放军不听他的过了江要解放全中国 然后司徒雷东大使 美国的大使留在南京不走 等着和共产党接头 希望恢复中美之间的良好关系 但是 共产党其实在南下之前就已经在 西柏坡和米高扬 苏联的政治局委员谈好了 要一面倒投进斯大林的怀抱 所以很快毛泽东写了一篇社论 把司徒雷登 骂走了 那篇文章很多人都知道 毛泽东选局第四卷里面有一篇 别了司徒雷登 讲的就这个 那么中国一变导向苏联之后 当然中国马上得到了苏联大量的技术援助 这个现在中国也承认 中国最早的军工技术 基本上是苏联给的 从一直到防空导弹 飞机 坦克等等等等 甚至核武器 赫鲁晓夫当年都给了中国 那么 另一方面 这个中国也必须要付代价 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参加朝鲜战争 那是斯大林支持 这个北朝鲜金日成打的 就三胖他爷爷 然后中国被拖进去一块打 那么最后惨重代价是中国复苏的上百万人的伤亡 什么也没得到 那这个代价呢 就算是那技术援助的本 中国下下去了 老毛也没有后悔 尽管他暗底承认 朝鲜南征打错了 因为那一打 中美关系就彻底完蛋了 中国站在了苏联的这一边 和对美国冷战 那么这个冷战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呢 那就是中国整个进入苏联体系 对西方封锁 原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 中国对西方是开放的 所以中国和西方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上的渊源和联系 本来英国法国美国都有很多联系 上海当时年就是西方各国和中国经济联系的一个中心 所以非常繁荣 那么中国一靠近苏联和苏联结成一伙了 中国这个这些港口就都成死港 就只有国内船只进出了 没有国际船只来往 然后香港变成中国唯一的一个对外的窗口 这种情况下 中国不光是说对外封闭了 另一方面 就对西方封闭了 另一方面是中国整个经济制度 被苏联套上了苏联模式的这个龙头 被牢牢地绑住了 这个苏联模式把中国害惨了 因为就这苏联模式 后来中苏翻脸了 翻脸之后 中国仍然是这套苏联模式 陈云就是这个模式代表 一直两个和邓小平一直斗到1992年 那么1979年去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教科书 还是学的苏联的东西 这个法律没学到 国家与法的理论全是苏联的一套 那个时候到70年代末期还是苏联的 你说影响多深呢 不光是 这个我是学经济的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 我们那个系是中国计划 国民经济计划的摇篮 所以我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学的仍然是国民经济计划 就是苏联那套模式 那么这套模式 把中国民间的经济活力绞杀死了 把整个苏联模式的缺点 这个毛病全部复制到中国来 最后的结果是 这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在中国实际上玩不下去 一直到1997年 钟荣基才把这套制度一脚踢了 这个问题呢 就不是咱们今天讨论的 我想说的是 中国其实是为了 跟着苏联反西方 加入这个苏联对西方的冷战 付过沉重代价 大家不要忘了 中国的所谓的改革开放 改的是什么 改的就是 投靠苏联 这个和西方冷战 所以那是改革开放 其实是揪错 揪的是第一步 胡不武的错 那么我们再谈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叫做中国换鳖 对苏联冷战 这话听起来有点怪 180度 原来你是和苏联一伙的 去对美国冷战 对西方国家冷战 然后到过头来 突然和美国合作 又和苏联冷战 原因就是在于老毛 老毛在斯大林死了之后 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 他觉得他不光是中国的领袖 还是世界的领袖 那么要成为这个世界领袖呢 他得不光是经济上要有成就 还得这个有一套 能让世界各国听他话的东西 所以他就搞这个 一大堆什么共产主义理论 也搞人民公社大跃进这套实验 叫他全部失败 然后遭到苏联的耻笑之后 老毛一气之下 恼羞成怒 就对苏联开展意识形态战争 就双方开始打口水战 打着打着打到文革 69年初 双方变成边境摩擦 就开始反目为仇 双方打起来了 解放军和苏联红军 直接的开火 其中中国人经常记得什么 珍宝岛 珍宝岛就是双方开的第一仗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一仗的这个起源 是中国有意的这个设服 去打击苏联的兵方队 就制造了摩擦 那么这一打 其实是把老毛给打到了绝境 就是当时苏联的反应是 发现中国在有预谋的打击苏联 打击苏军 而且制造军事冲突 所以当时苏联军方 我记得他那个国防部长 叫格鲁奇科吧 提出一个方案 就是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打击中国 就是包括用小规模的原子弹 打北京 打中枢首脑 打中国西北部的原子弹基地 但是呢 苏联很聪明 知道说这个事是违反 他和美国之间协议的 所以他就放了个疯 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当时 我现在下面讲的这段是中国官方媒体 介绍的啊 这都是官媒的内容 就是连夜 这个通过密码电报通知当年苏联驻美国的大使多伯雷宁 然后多伯雷宁呢 立刻就连夜打电话 找美国当时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 告诉他说 我们准备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话是通报 意思是我告诉你了啊 你不要说我是突然袭击中国 但是当时美国白宫尼克松在总统位置上 他做了和基辛格商量做了个决定 不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所以美国给了 做了两个反应 一个反应是让美国一家媒体 在好像是华人顿邮报 还是华人顿时报 故意的披露了这个消息 说有消息说 苏联准备用核武器打击美国 打击中国 这个话的意思是通过这个媒体 向北京报信 那么另一方面 美国表示说 不允许苏联使用核武器 说如果你使用核武器对中国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就用核武器打击苏联 那等于说美国的核保护伞 把过去的反美的中国给保护起来了 这样的话苏联就只好放弃 不打了 老毛渡过了一关 但是他和苏联的对抗 现在很多这个 可能60岁以上的人 可能还记得一个苏联 社会帝国主义 在我国边境 陈兵北百万这句话 这话就是当年老毛时代 老毛晚期经常讲的 意思就是苏军在中苏边境上 有一百万的军队 随时可能威胁中国的安全 换句话讲 中苏两国从盟友变成了敌人 而且是彻底的敌人 核武器互相瞄准对方 那么谁成了盟友呢 美国 所以美国这样的话 这个美中美两国之间关系开始缓解 习近平这次在大阪 又对美国讲了一段话 说是这个小球转动大球 听起来好像是说 中国派个乒乓球队和美国打一场乒乓球比赛 美国就和中国改善关系了 我不太清楚他习近平本人是否知道 这个中美核战争的问题 就是关于美国帮着中国摆脱核武器制裁的问题 其实当时中国的被当时正处在备战 被换卫人民的阶段 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部分都疏散到内地去了 老将军元帅们也都被遣散到内地 原因就是害怕北京遭到原子弹打击 来自苏联 或来自莫斯科的 那么美国是把中国从原子弹打击中救了出来的 这一次救 老毛发现机会了 说我原来靠苏联那边不行 我们俩都翻了脸闹翻了 那你两大帮 那两大方 既然我和苏联原来是一伙的 和他闹翻了 我就投靠内方 投靠美国 那么这样的话 中美关系就好了 所谓的中美关系是盟友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场潜在的差一点爆发的 苏联对中国的核武器核战争 因为美国帮中国躲过了这场核战争 那么中美成了盟友 共同对付苏联 所以中国换边了 就跟你打比赛的时候 前半场你在这边代表中国队打 下半场 你跑到那边去代表另外一国队打去了 到过头来打你原来的队友 就这么回事 那么这一换边 中国得到很大的好处 美国对中国开放了科学技术 开放留学生访问 然后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 中美关系到了顶点 中国作为报答 还给帮着美国打了一场越南战争 就是这个邓小平当年见美国总统卡特说过 说你们在越南没打赢 说我们帮你出这口气 我去打越南去 当时越南是指望苏联和越南南北对应 这个制裁打击中国的 最近我看到一则消息 还讲这个问题 就是苏联曾经向越南保证说 如果中国军队进攻越南 苏军将进攻内蒙古 内蒙古离北京很近啊 一进攻内蒙古北京就危险 但是越南当局对苏联很抱怨的就是 真的中国军队攻进越南的时候 苏军没有动 为什么没动 因为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盟友了 苏军也要看美国的脸色 他怕如果美国参与进来 这就不是苏中战争了 又变成世界大战 所以苏联最后把小兄弟越南给扔了 那么中国就打了一场越南战争 邓小平的原话叫做帮美国出口气 这就是盟友关系 那这个盟友给中国换来的什么 还是科学技术 就美国无偿的把科学技术提供给中国 那个时候 这个现在台湾的中研院院长李正 当时到中国去 这个安排了很多中国学物理的学生 到了美国来留学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美国真慷慨 把科学技术无偿的开放给中国 当时中国很弱小 所以美国根本不在乎你学点技术 因为你学了也还是很弱小 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 一直到今天了 很多人还在谈中美是盟友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 大家有点糊涂 你们想过没有 中国和美国的盟友怎么来的 是因为中美两国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对付日本吗 不是那个盟友 当时那个盟 代表中国的盟友是蒋介石 是中华民国 是他参加开罗会议去的 和罗斯福总统坐在一起开会 不是毛泽东啊 你共产党还在山沟里 所以中美的真正盟友 是那场对苏联的冷战 是冷战中的盟友 对付苏联 中美两国联合起来 联手了 而且互相信任 互相合作 那么我想问的是 冷战结束了 苏联都没了 这盟友 中美的盟友 还盟在哪呢 你们基点还有吗 没了 所以实际上 没有人仔细想过 说我们过去是盟友 今后还是盟友 你盟什么呀 你过去呢 盟友的基础 苏联已经消失了 所以实际上 中美关系 走到今天 走上对立的状态 是有历史原因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人自己没想明白 就是你当年的盟友 不是万岁的盟友 因为你没有 共同价值观的认同 也没有真正经济利益上的 完全的充分的信任和合作 你不停的偷人的技术 用技术间谍去盗窃 人家军事机密 这叫做盟友 所以你的所作所为 也不是对盟友的所作所为 就跟你找一哥们 然后天天从他们家偷东西 把他偷穷了 你说咱们俩还是哥们 摟着肩膀 这别人认为那哥们傻瓜呢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下面我讲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 中国在前面我们提到 加入全球化以后 中国开始表现出来的就是 对外开放 仰赖全球化 就中国突然发现说 加入全球化的自己 还是真有好处 其实呢 这事儿也不是邓小平自己发明的 这事儿是台商港商给帮中国发明的 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 当年赵紫阳提出过一个 1988年 当时国家纪委 有一个经济研究所 有一个研究人员叫王健 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大进大出 他介绍的是 当时台商和港商 在中国广东地区 一批企业实行的 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两头在外就是原料和零部件订单 从国外台商港上带进来 然后出口 产品全部出口国外 创造外汇 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加工 叫做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当时赵紫阳把这个文件批了 我记得1988年初 新华社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记者专门写了一组 对若干颜经济学者的专访 其中有一篇是对王健的 还有一篇是对我的采访 那么当时王健提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加入全球化 赵紫阳当时就赞成这个做法 当然后来他下台这事就过去了 然后一直到邓小平南勋之后 更多的台商进去 然后接着就是西方国家 日本韩国都跟进 最后全球化中国进入了 上了这条船 加入加上中国加入WTO了 那么当时中国为了加入WTO 其实是付了一些努力的 做了一些努力 所谓的努力就是中国 首先是按照WTO的要求 你不能全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那不能加入WTO 必须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几个条件 第一你不能有计划经济 计划管制 第二你不能有全部企业 都是国营企业 那也就不负条件 所以中国在1997年 中期下了一决心 把全部国有企业的大多数 在几年之内全部私有化了 这件事做得悄悄的 我在我们这个专题节目 那个中国的陷阱和困境里头 会详细的介绍 这里我不多谈 那么除了这方面 就是中国还做了很多承诺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20年前中国承诺 加入WTO是要做的事 就是那个时候 为了加入WTO所做的承诺 那么做了这些承诺 全世界各国都相信了 以美国带头 表示我们要信任中国 那么好 中国加入WTO 上了这艘船 中国就乘风破浪了 加入了全球化 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 这个有一个争论问题 就是说 那个时候有两个观点 一个就是中国 从刚开始加入的时候 就没想到 要遵守这个规则 还有一个人就是认为 中国在加入的时候 是认真的是一个好学生 那么您请向于看 哪个东西是您的看法 我觉得 我这个写 在一篇文章里 我用过四个字 叫做 叫做 用套中国的 这个成语 叫阳奉阴伟吧 这可能更明白 朱镕基当年 在这个国务院内部会议上 就讲过这个话 说是加入WTO 很多部长们不满意 说你这样子 我们中国 什么丧权辱国的说法也有啊 说中国吃亏大了 我们国家要亡国啊 这种说法全都有 朱镕基说 放心 我们现在只是加入而已 加入有很多很多好处 至于我们承诺的能不能做 能慢慢再说了 他这话没有明说的意思 就是慢慢说 就是我现在不做嘛 说而不做 阳奉阳伟 你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实际上 中国从那时候开始 就没打算兑现 要不然的话 如果一个人 言而有信的话 你20年前说过要做的事 拖到今天仍然不做 那明白的你就是杨奉阳伟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确凿无疑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 因为中国当年加入WTO的承诺 这一点 若干调 好像我记得15条还是18条 这些东西在网站上 一查就查到了 我们在这儿不念文件 有兴趣的听众观众 可以自己去查 那么我想说的是 中国当时加入WTO的时候 没有想到的就是 这个全球化对中国 不是一种永久性的 像像皇上登基似的 就从此就万岁了 没那一回事 因为中国的工资成本 这个土地成本 等水电成本 运输成本 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这外资企业的经营 越来越困难 这样中国还把对他们的优惠 所以税收又会取消了 那么结果呢 外资企业就开始撤离 所以他们一撤离 中国这些订单也就没了 所以世界工厂 这个地位就开始动摇 所以当年 本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提出一个政策叫腾龙换鸟 就是说我们的笼子里挺漂亮的 世界工厂的笼子 但里面的鸟太差 都现在很刺得了 鸟不要 我们打开笼子 扫干净以后 欢迎更漂亮的鸟进来 那就希望 欢迎西方的高科技企业进来 这腾龙换鸟 这政策当时在中国 喊过一阵子 各地也试过一阵子 不成功 原因在哪呢 高科技企业来 第一件事就害怕 害怕你侵犯资产权 第一 中国的政策是市场换技术 你要中国的市场 拿技术来 白给 我给你市场 你给我技术 这时候中国就忘了 国际资产权公约 禁止这样做 那是侵犯资产权 中国的解释 我们这是发展中国家 那资产权体系 我们牵着牵着 没打算做 你甭跟我说这个 那么中国也不 用这个市场做诱惑 那么逼着很多外资企业 交了技术出来 但是总体来讲 大部分的外资企业 还是不愿意 把真正的技术 达到中国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接着中国就进入了 过去这个 这个七八年这个阶段 中国开始意识到说 产业升级是不可避免 非做不可 而中国自己靠自己那里 有限的资金 有限的这个企业的 还有科研机构的那研究力量 要实现全面的各行各业的产业升级 不可能了 怎么办 到国外拿去 走捷径 弯道超车 就是能偷的偷 能抢的抢 能骗的骗 这套手段用下几年下来 终于把美国给惹脑了 就有了现在这场谈判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 中国原来依赖全球化的时候 加入全球化的时候 他讲的是 我是一个很好的规则遵守者 不然他做的承诺干啥 当时他用这个姿态向世界表明说 我一定会按照全球经济化 这个国际经济格局的规则做 但是等到他一旦完成了他的这个产业升级 进入了产业升级这个阶段以后 全球化给他带来好处的主要阶段过去了 中国现在想了就是不行 我不能再做单纯的被动的规则遵守者了 我得改改角色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胡不无取的这第四步 第四步是什么呢 现在中国想要做的是国际对抗 改造全球化 什么意思呢 就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讲的问题 就中国现在发现说 这国际规则开始对我不利了 什么知识产权体系 什么WTO的规则 这条条框框都是束缚 都是绳子 捆着我升级 捆着我崛起 我要崛起怎么办 就得打破国际法规 我就得靠用各国的知识产权 来壮大我的实力 我就得关注国内市场 然后占领世界市场 这样我才能强大 才能崛起 所以国际经济法规 今后对中国不适用了 因此中国现在改变态度 说我们现在走新的一步棋了 这步棋中国的官媒 其实说的也蛮清楚 就说我找一段 外宣官媒的话 这个不是我的 中国官媒的话 官媒的话 叫做对中国来说 要么达成一个 可以拿出来的 响当当的协议 要么不达成协议 这个协议 要成为各国参考和效仿的榜样 成为中国推动国际格局 转环的里程碑事件 因此北京必然日趋强硬 将贸易战进行到底 北京现阶段的新任务 是说服美国 倒逼美国做出改变 贸易战自然而然 就滑入了近激的年代 如何让美国接受局势的变化 接受百年未有大变局 是个难题 这篇文章题目叫做 中美贸易战 滑进 滑向 进击年代 进是进步的进 击是攻击的击 什么意思 现在轮到中国出手了 中国现在 要主动挑战世界经济规则 主动挑战美国 我不但不是 不是让步 我是要你让步 要美国让步 不是你倒逼我 我倒逼你 对 现在不是说我 该做什么让步 而是说美国你 必须放弃国际经济规则 你想不想要市场 中国的市场 农民要不要卖大豆了 你们那个电脑芯片公司 中国市场这么大 你舍得吗 还有川普你再加关税 再加你的选民 就把你选掉 所以对中国来讲 现在中国觉得 他拿了一手王牌啊 四个S 像美国的农民 这是一张王牌 所以他这个做法的 现在等于中国 其实是开始用这个 不讲规则的做法 来形成一套新的 中国式规则 中国式规则是什么呢 就利益挂帅 什么道义不到一边去 我就是利益杠杆驱动 利益杠杆两方面 一方面是说 你给我听我的话 照我的说的做 我给你好处 给订单给什么 你要不听我的话 我给你惩罚 比方讲我取消你的订单 还有这个对你的产品加关税 或者不让你的企业到中国销售产品 所以这样的话 中国现在这几方面 指望着说呢 这个中美今后的谈判 会对中国有利 让中国来改变世界 你说这个美国 中国现在手上有四个A 四个A 一个A是大豆 大豆 说是川普的票仓 美国农民 虽然只占人口1% 但是他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牌 第二芯片 你看现在这个芯片 第三就是像沃玛这样的公司 还有很多美国产品公司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美国现在地板的 就是从这个复制地板 还有这个现在英文叫Laminate 就现在这个一楼铺的那种硬塑料的地板 这些地板的最大的制造商 已经把他的整个工厂卖给中国 所以他在美国这么大市场上 卖的所有地板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他已经没有所有权了 货源控制在中国企业手里 所以这个公司现在对中国的予取予求 为什么呢 中国一加关税 他产品涨价就同步上涨 所以他也拿着让 中国觉得这也是我的A 也是一张王牌 你看 你川普加关税 这地板就得涨价 涨价就涨到你们美国消费者头上 你们套药包 所以川普你这个关税 这一剑灰起来 一刀下去 刀刀剑血 血在哪 在你美国消费者头上 这第三道 第四道呢 他认为说 民主党会帮他的忙 比方讲拜登 人家儿子的中国就有生意 拿着中国的钱做投资呢 那中国是金主 所以这也都是把柄啊 拿着抓着这把柄 拜登不能不替中国说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觉得唯一手王牌 现在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变得很有趣 中国觉得似乎好像是说 就怕你美国不打贸易战 不加关税 为什么呢 加关税的中国来讲 经济上是痛苦的 但政治上挺有利啊 政治上有利就在于 中国满心希望着 关税战把川普给打没了 关税战一来 川普的传统农业票仓没了 然后物价上涨 美国消费者对川普怨声再到 然后消费者的支持没了 然后美国的企业 本来就反对加关税 我讲的是那些 不是高科技企业 而是那些 像这个 刚才讲的地板公司 他把工厂都卖给中国了 所以他当然他没有 是变成批包公司了 那他当然是 无条件帮中国说话的 所以中国是希望说 这场贸易战打下去 在谈判桌上 他拖得越久 川普越危险 但是我觉得 要照这么讲的话 似乎好像中美之间 这谈判是美国输产了 其实也不是 很多人没看到 对川普来讲 打赢打输都是赢 为什么这么说 所谓的打赢 是说中国同意两个让步 把两个违反 完全纠正过来 可能吗 不可能的 那如果可能中国同意了 我们讲的如果啊 加引 那么川普是巨大的胜利 你看中国这家伙 多少年来 二十多年 双违反 现在终于我让他们同意 改正了 这个巨大的进步 这是他很大的成就 那所有反对他的人 都不得不说 哎 这是个成就 那他就 选战就容易赢 那么谈输了 是什么结果呢 谈输了 其实川普没输 很少有人想过 他输了 就是说中国拒绝改变规则 改变他的做法 拒绝停止 这个 不愿意拒绝承认 盗窃知识产权 拒绝承认纠正 终止盗窃知识产权的做法 等等等等 还有拒绝 按照他当二十多年前 对WTO的承诺 所有这些他全都拒绝的话 对川普来讲 同样是一个成功 为什么 川普对中国的各种制裁 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就是大家 世界各国 还有美国的选民 要对中国的真正的做法 中共真正的特点 要有个新的认知 很多人现在还认为 中美什么盟友 我现在不谈 他们有中国这样的盟友 就不停偷你家东西的盟友 就算过去中国是盟友 那个盟友是对付苏联的 苏联这个国都没了 你还盟什么呢 这个盟友的基础早就消失了 现在是中美的之间的盟友关系 是像这个踩在花板上 就原初的动力已经没了 现在超惯性完全溜达 那个溜达是随时可能停下来的 换句话讲 中美的盟友已经尽于末端了 而中国这一次决定说 我要改造全球 让全球化为中国服务 全球化规则 凡是对中国不利的 一概不算数 这世界规则得分成两套 一套是中国认为对中国有利的 我们听 我们说 一套是对中国不利的那套 你不要玩去 不算了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 中国的角色就改变了 他还想操纵全世界为中国的崛起服务 这种情况下 对美国来讲 川普需要什么 他需要中国用谈判桌上的行动 证明中国是要这样做的 也就是说他口头讲 别人会说你这是污蔑中国 那么好 在谈判桌上 中国掀了第一次桌子 我再给第二次机会 咱们再谈 甚至我可以像诸葛亮三顾茅庐一样 我再请第三次谈判 每次你都掀桌子 掀完三次以后 你不能再说中国是一个有诚信的 这个愿意遵守国际经济法规 遵守尊重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 那只能承认说他是个troublemaker 这个rule breaker 就是一个规则破坏者 那个时候 川普在对付中国的政策上 往前再走的话 他就比较少舆论障碍 更重要的是 川普现在需要用事实 说服欧盟那些个 我把它叫做搭便车的国家 法国 德国之类 他们实际上是 一方面搭美国创建的 这个世界经济格局的规则的车 一方面有私下和中国这个思想交往 按通款取 从中赚取好处 因为中国对他们损伤不大 他们倒是从中国赚不少钱 所以他们不愿意伤害对中国的关系 这样的话 只有当川普一而在 再而三和中国谈判最后 如果中国仍然不愿意谈成 那么最后 中国这个角色定位 就板上钉钉了 那个时候全世界就会有一种比较相对一致的声音 和相对共同的看法 换句话讲 是中国用他的行动将向世界证明 他会想要把整个国际规则改变成一个 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 就通过这个 他拒绝双不承认 双不悔改 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 中国就是国际规则的这个造访派 中国就是掀桌子的人 然后呢 让那些想看中美争斗的猴子们 普京啊 那个德国啊 法国啊 看到中国究竟是什么一个真实的面孔 通过这个方式 通过书来证明这个事情 这有意思 所以我想最后说一句 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中国是从 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他对美国说不了 实际上他是对全世界说不 这不是那个当年那个 写那本中国要说不的那本书的人的说法 就现在的说不是中国真的用行动 由政府出面在表达这个意见 我感觉那种说不是这个防守性的说不 这个说不是进攻性的说不 对 我觉得这是参与 对对对 这样这样判断非常准确 就这回是进攻了 而且呢 他觉得我非进攻不可 不然中国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证 由中国想要继续拿到知识产权 继续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扩张份额 把其他国家公司都给击垮了 要做到这一步 那就得藐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所以有人说世界贸易组织 这样挺窝囊无能的 没辙对付中国 它本来就是窝囊无能 上一期 上一个星期我们谈的节目里谈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不重复 我想 今天节目其实我们就 归根到底就谈了一点 就中美关系的逆转 这四步 你要想明白了 走到今天不是偶然的 不是因为习近平什么意识糊涂 或者是创意识糊涂 而是中美这个关系的演变 随着双方经济政治关系的这种互相摩擦 以及历史关系的消失 走到今天这步是必然的 但是这个必然里面 并不是硬含着中国必然崛起 中国必然胜利 相反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 是必然的会存在着中国更大的困难 这个 你觉得这个困难具体有所指吗 主要是经济上的 因为如果说 最后 中国一而再再而下用行动向全世界证明 它就是不想听从这套规则 那么世界也不是说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也就是说中国 开始和这个世界唱对台戏了 那你就得走苏联的道路 苏联当年敢和全世界唱对台戏 原因很简单 我不和你们做生意 我是苏联自成体系 苏联国家 苏联阵营国家自己贸易来贸易去 所以西方我不和你做生意 不赚你的钱 你也甭赚我的钱 那中国现在难就难得 它既想要世界各国 被它摆布 但是它又离不开对世界各国市场的需要 对世界各国资源的需要 这几个难就难在中国 很难 很难把中间的关系理顺了 好 谢谢陈友龙博士 今天跟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交锋的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大家也是很清楚 就是他最后对这个节目的这个点亲自比 他就讲中美关系 他实际上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几个阶段 摊个四个阶段 最后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 实际上是一种必然性 而且他说这个必然性呢 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呢 是不那么乐观的 他提到了苏联这个例子 苏联最后跟美国对峙的话 它的后果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为什么中国那么 对美国那么硬 怎么硬呢 那就是说我在双违反的技术上 我也双不承认 我既违反了20年来对WTL的承诺 我也违背了对国际上的知识产生公约20年的承诺 这两个双违反 然后呢我这个我还有两个都不认 这什么问题 中国先葬着自己手上有四张牌 今天乔和龙先生说了有四张牌 中共有四张牌 那四张牌呢 一个是美国农民的大豆这个牌 是不是啊 一个是这个 中国 是美国高科技公司新票 芯片市场的主要的这个 买家啊 第三个呢 就是呢 美国的选举 有可能让这个民主党帮忙 让拜登上场 让这个川普选下去 那么第四个就是像沃尔玛啊 这个Target这样一些这个 零售公司 他们实际上在 某个意义上都是中国利益代理人 然后他们会对川普构成压力 所以说 中国好像实际上拿到一 四张S牌在手上 但是陈尔玛先生有个观点 就是说 这场贸易战 或者中美这场对峙 不管美国是输 和赢 啊 川普不管输了和赢 对美国都是好事情 他有这么一个结论 那为什么呢 啊 这个打赢了 当然好了 就是中国要遵守自己规则 承认自己偷窃自私产生 承认自己没有 这个遵守WTO规则 如果打输了的话呢 那么能证明中国是国际 法的 破坏者 先桌子的人 这样让川普呢 在动员美国的这个力量 对付中国和 让西方世界对中国 带来警惕这些问题上呢 他 川普就更加 这个 有这个合理性 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说今天陈小龙先生 谈的问题比较多 我就是尝试稍微给他总结一下啊 陈小龙先生你有什么意见 进行补充吗 没有你总结的比我说的好 今天说的话题大话题非常多 这个要消化一阵子 但我试图消化啊 所以说感谢陈小龙先生 讲了那么多 感谢我们网友 耐心的倾听 希望大家好好消化 多给陈小龙博士去提出批评 提出争议 提出讨论 他在推特上号呢 会回应大家要求 回答 同意大家的问题 他的推特号 我也放在这个 屏幕上 那么呢 最后呢 谢谢我们的 导播 辛苦的 制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